台北市新一区永春与永吉国小将在8月1号合并 更名为双永国小 永春国小在并校前的最后一场毕业典礼温馨感人 校长和学校主任特别换上学生制服 领取毕业证书 象征从永春国小一起毕业 以及我们永春的大家长黄淑儒校长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再次谢谢我们永春为我们付出的校长 以及主任们 原来还没有那种感觉说 我要毕业的感觉 那我们今年的毕业典礼 其实我们在之前就已经想说 是永春的最后一切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办 可以让我们大家都留下一个难以忘记的回忆 那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在行政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就想说 因为我们要跟学生一起毕业 那我们就跟着学生一起来穿制服 所以我们就特地请总务处去买了制服 结果他们买来以后 因为我们的主任 他们的身形都很高大 所以他穿的时候他告诉我说 校长我有一点穿不下 我说没关系你就尽量 然后他们还特地去找了适合的 像我们男主任他们还找了适合的长裤 所以当天我们大家都穿了制服来 那可是就是说 在当天因为毕业生 每一个人都从我的手中 接过那个毕业证书 所以我后来想说 对啊那我们这些主任也都要毕业了 连我自己都要毕业 是不是我也可以拿到一个毕业证书 所以我们就制作了主任的毕业证书 还有我们的导师的毕业证书 那所以我们就跟着学生一起在发毕业证书的时候 一并发给我们的主任 然后请我们的 刚好是我们的会长 他是我们的校友 就请我们的会长发给我毕业证书 那这种感觉就让我觉得说 真的耶 我好像就要从有尊国小毕业了这样 所以当天我也觉得非常感伤 那我们之前在规划的时候 我们有想到说除了我们做这样子的过程之外 那我们是不是也留下大家一起可以谢幕的感觉 所以我们就大家就一起唱了那个毕业歌 然后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最美的记忆留下来 所以我们每一个老师 每一个老师我们都唱 每一个人都唱一段 然后最后由我们的那个老师去剪辑 所以我们在影片上也有 同时也有我们的那个就是毕业歌的那种 那种那个这种影像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觉得当天的感觉我觉得很好 虽然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 我们总共花了两个半小时的时间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个这样的过程 就大家一起跟永春说再见 那我们的很多毕业生 他们也觉得说 对 这个他们是最后一届 所以我们都是62届的毕业生 两校合并主要是根据在地产业与人口变化 市府并导入以学校为导向的都市计划 EOD概念 让学校与在地社区朝向共好共融来发展 其实两所学校大概在民国九十几年 就已经开始去提倡所谓的合并 因为确实少子化的这个原因 让两校的学生的学生人数降得非常的快 所以大概九十几年之后 开始去做了一个所谓合并的规划 只是后来就没有再继续 因为它还是两校过往的一个学校文化 包括社区 包括家长的期待 包括校友的期待 觉得说好像还不急着这么快 出去做合并 因为两校存在也已经有一段历史 那一直到了105年 那教育局就觉得说 其实两校就算不先谈合并 那是不是可以先交流 也就是说大家先彼此认识 彼此互相 那因为两校已经分开四十几年 已经各自形成各自的学校文化 那是不是有机会透过两校的交流 包括老师的交流 家长的交流 学生的交流 让两校开始渐渐的知道彼此 那未来如果有机会谈合并的话 大家比较有共同一次性的方向 那一直到了108年 市政府 市政府特别有一个所谓的EOD的政策 就是针对室友的这个地区 去做一些重新的整合跟规划 那学校在台北市来讲 有200多所学校 等于说大概平均两个里 就会有一个小学 那如果以小学为这样子的一个 整建的核心的话 那它其实是可以融入社区所需要的 包括我们未来面临到的 长照社福机构 甚至很直接我们包括停车场 这个都是社区居民的需求 所以有这个EOD的政策推动之后 我们两校就成立了 所谓的合并核心小组 那因为两校的校舍 其实都已经长达50年 就是在使用年限上面 大概已经面临到要 即将要再做拆迁新建 所以配合EOD的政策规划之下 那两校就开始谈合并 接下来把旧的校舍 两校的校舍都通通拆除 重新新建 我们永春跟永吉国小即将合并 为双勇国小 那其实从我104年来之后 其实不断地都在提说 怎么样让两校可以很和平 很在一个非常融合的状况下去 做融合这样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做了一个资源共享 然后接着就把中间的围墙拆了 那拆掉之后 两校的学生就共同地去上社团 就选相同的社团来上 那我们的老师就一起进修研习 然后大家一起共备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校的师生 亲师生其实都非常的平和 EOD是台北市政府在未来 有两个重要的一个政策的推动 一个是TOD 一个是EOD 那TOD主要是以交通导向 包括我们的各个捷运站 入网的一个合并兴建 那EOD基本上就是 期待以学校教育为导向的一个都市的一个整合更新使用 对 那学校是社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 包括可能过往是社区文化的中心等等 那居民对于社区 对于学校的一个使用 依赖程度其实都非常的高 针对这次病校 永春与永吉国小也合拍了一部校史回顾影片 校长说这个地方临近五分埔商圈 过去有很多的外来人口来讨生活 所以早年学生相当多 因为这个地方是五分埔 它以前是从南部到台北来 然后他们是车成因的 所以很多都是从彰化那边过来的人 然后他们到五分埔这边来租地 然后大家一起来车成因 所以那个时候发展的非常的好 很快的我们本来只有一个四班的学校 很快就变成一百多班 那这个一百多班之后 后来才会分成两个学校 就变成永春跟永吉这样子 那所以当时呢 有超过五千多位的学生 对 那跟现在 现在我们其实只有五百多位学生 然后永春跟永吉这样加起来一千多位 那其实到现在的状况是 合并的最佳时机 就刚好这样子的学生人数 然后刚好可以分成两期 把这个学校好好的建好 那我们周边最著名的 最著名的就是我们的五分埔商圈 那当初永春国小兴建的时候 就是为了因应五分埔这边的外来人口 包括纺织业的兴盛 所以带来引进了很多外来人口 所以学生人数很快的就增加非常的多 那在校舍不服使用的情况之下 那隔壁原本永吉国小的这个校舍 是当初的永春国中 那永春国中后来因为国中端的这个学校也不太够 所以把永春国中搬到现在永春高中的位置 然后在永春国中的校舍就成立了永吉国小 至于两校合并为双永国小之后 未来的愿景如何 永吉国小校长也是未来的双永国小杨正修校长表示 将分期改建校区融入社区所需的使用空间 并以双语和科技为课程主轴 培育优秀人才 但是因为这么多的学生人数在周边 其实找不到可以使用的空间 所以当时候在考量怎么做孩子安置的时候 想到说那不然就是分期兴建 所以第一期的工程的时候 所有的师生都要现在的永吉国小的校舍来上课 那永春国小的校舍拆除之后 开始进行第一期的工程 第一期的工程就包含我们的幼儿园 中第一年级的教室 高年级的教室 还有行政办公的处室 以及我们的图书馆跟演艺厅 那完成之后呢 我们所有的师生就搬回第一期新建完成的校舍 那接下来就拆永吉这边 然后新建我们的活动中心 我们的操场 还有操场下面的停车场 以及这一排的这个客人教室 那当然我们这边也设置了一个检疫的生态室 让附近的民众也可以在空闲时间可以来参观 所以在安置上面 虽然骑程会拉得比较长 但是这是目前我们能够因应变通的一个方式 刚刚提到的 将来我们开放社区民众使用的就是操场 这是客户时间假日开放操场给社区居民使用 操场下面的停车场 那是24小时提供居民使用 我们的游泳池跟活动中心会委外管理 那这个只要非上课时间 那社区民众也都可以使用 另外我们在这边有一栋 我们讲的所谓的社区教室 那这个社区教室就是让我们宁静 包括我们里长可能会开设一些热灵的课程 包括我们的补校 我们只是我们一些长者新移民的课程 可以利用社区教室来上课 他不会跟教学区重复使用 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社区艺文展览中心 如果将来我们有任何的相关的单位 他们有一些艺术展览 或者是我们的社区 那里长引进一些艺术展演等等相关的活动 都可以在我们的展演艺术中心来使用 所以第二个好处就是我们在动线上面其实是很好区隔 对外开放的空间跟教学端使用的空间 是透过这几个建筑物就做了一个很明确的区隔 我们永吉国小跟永春国小 其实现在都是台北市的双语课程学校 那永吉国小是107学年度就开始实施 所以我们到现在已经实施到四年级 那永春国小是109学年度开始实施 所以他们现在实施到二年级 那既然两校现在都已经在进行双语课程 当然我们合并之后的双语课程会持续的在双语课程的部分 会持续的去推展 那再来就是其实我们学校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好 我们是在信力计划区跟南港的东区门户计划的中间点 也就是说接下来双永国小 他要往南港这边去 或者是往信力计划区这边去都非常的方便 我们的孩子他就是位在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一个市中心 包括我们有捷运南线捷运绿线 我们还很靠近松山车站 我们到南港高铁也只要搭两站而已 所以未来孩子他们的一个学习的场域 其实是可以非常开放的 所以我们除了双语以外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让孩子在继续素养的部分能够提升 他的未来的竞争力跟移动力 我们希望透过双语跟资讯的运用 让孩子能够及早适应他们未来可能会面临的一个社会竞争 所以双语科技是双永国小未来课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軸 那未来在杨校长他的带领下 那我也希望说我们双永国小 因为未来走的是双语国际生态科技 那他同时因为都是新建校舍 所以一定会替我们这个永春跟永吉这样的一个地方 带起了一个不一样的景象 那未来我们这个学校希望是一个学校社区化 社区学校化 然后带动我们社区的发展 更何况我们是从零岁到99岁 我们从那个公托 就是零岁开始 然后一直到国小毕业 接着我们还有乐林 那我们还有业补校 那所以这个整个的从零到99岁都会在我们双永国小的这个环境里面去成长 然后去发展 所以也希望说我们这个EOD的这样的一个校园的营造 可以让我们这个社区真的是越来越繁荣 在缺密的规划与讨论下 由永春与永吉国小合并而成的双永国小将在两校半学优良的基础下起飞 培育优秀人才之外 也将成为社区公共服务的新据点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